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目组故意要制造的一个话题梗 就如同去年中国游戏他的那句 你有freestyle吗一样 但比赛进行到现在为止 skr这个词似乎已经被停用 取而代之的一个高频词汇 则变成了吴亦凡嘴里的out of ten 那如果有人说skr的爆红是节目组故意而为之 那么Chris Wu只是按照节目组的套路进行 那么out of ten的高频亮相就真的很难定夺了 毕竟我们的凡哥就在节目里 亲力亲为的向大家传播着out of ten的魅力 out of ten简单来说就是一套经典的音高修正软件 是一款Mterus公司出品的多平台修正人声或独奏乐器声调的插件 那事实上呢out of ten是不会改变任何原始音质的 不管是人声或是乐器 唯一不同的是它可以进行音高上的改变 经过音高的修正 让人很难辨别一个声音是否被处理过 而听众听到的也将会是一个绝对完美 并且保持自然的声音 那现在的很多歌手其实也都会在录音室里 运用到这样的一种技术 可谓是录音室里的美颜相机 那说起out of ten我们一定要提及的一个人 不是Chris Wu 而是一个叫做T-Pain的美国歌手及音乐制作人 他呀被誉为是out of ten的主人 那最早的时候呢 T-Pain就把out of ten调为自动模式 并把其中的一些参数设置成了最大值或是最小值 这样一来 当一个歌手拿起麦克风开始正常唱歌的时候 他的声音就会变得有一种机械在说话的感觉 当然如果大家看了无制作人这两次的公演 相信也应该知道我说的这一种机械在说话的感觉 到底是什么意思 而T-Pain这样的一种音乐玩法 也是迅速引起了一部分rapper的注意 于是在很多欧美的饶舌音乐作品里 也都出现了out of ten的影子 当然说了那么多的out of ten 其实范范不是想要批判一些什么 我承认就像Chris Wu说的一样 这的确是一种新鲜的比较新颖的东西 适合大家去尝试去玩 但是我并不能苟同的是 他在中国新说唱 IS和派克特1v1对决里说的 out of ten因为着hiphop的一个不一样时代的感觉 更不能接受的是 在很多场类似的对决中 都让out of ten的概念先入为主 谁用了out of ten谁就赢得当场的比赛 国内饶舌音乐的发展不仅要有old school 当然也应该加入新鲜的血液 这一点都没有错 但范范个人觉得永远让人无法撼动的 一定是hiphop最最本质最最根本的东西 所以说对于out of ten这样的东西 每个人的态度都不一样 有rapper平凡的使用 也有像JZ这样写了一首DOA Death of out of ten来表明自己立场的 这些我觉得都无可厚非 就像到今天为止 有些人热衷于trap 而有人仍然坚定的站在老学校 只是每个人的偏爱不同而已 但我只是觉得 无论是节目组不宜安排也好 或者只是吴亦凡制作人 单纯的个人偏好也罢 中国新说唱 活生生的演成了中国有out of ten这一点 我是真的有点看不懂 当然最后我仍然要非常忠心的感谢吴亦凡 为节目带来了如此一大波的流量 毕竟从前非常小众的hiphop文化能走到现在 不管是节目组还是Chris个人都有一份功劳在里面 但是呢芬芬还是希望今天你们在听这一期节目的每一个人 不单单只是因为吴亦凡这三个字而点进来的 我希望你们是真的喜欢hiphop文化 或者尝试着去了解这样的一种文化 而不单单只是因为你们的偶像来做了某一档综艺节目的明星制作人 仅此而已 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里是维国FM 本期节目由Kim监制 喜欢我们的话就千万不要忘记给我们点个赞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或者想吐槽的 也欢迎留言给我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不想尊重那规矩 世界与我远离 有些是放心地 但是不会停止继续 孤单前行 长痛不在意 面对攻击 我选择前进 有什么关系 半战到最后都我自己 不许你怜悯 不需要借口什么玩意 别再玩把戏 我耐心的说你从来不懂 不耐的我 走一幅虎口 从天以后我不需更多勇气 我已知道我能战胜所有崎岖 家故人说我不行 故人说路要吃马里 陪我走陪我闯天地 我从不讲究我的命运 小时候的眼睛 我从不讲究我的心运 那时候没有人说 寻入口中 Voj 演组的 Fran 跟我说我不行 故人说都要知妈你 陪我,陪我窗天地 我从不讲究我的命运 我从不讲究我的命运